大家好,我是小鱼 今天我们要做一个简单的家常料理 秋葵炒姜鱼籽 我们先准备材料 秋葵350克 洗干净,用滚刀切法 切成块状,备用 蒜头两半 拍扁,气皮,切磨备用 红辣椒一条,洗干净 切片,去掉种子,备用 气苦的姜鱼籽30克 洗干净,备用 材料准备好了 我们现在来开始煮 热锅下油,油大约50克 把姜鱼籽炒到香脆 取出备用 过后用剩余的油 把蒜末和辣椒炒到香 然后再放入秋葵 炒到它变色 秋葵的表面变到鲜青色 意思说秋葵已经五成熟了 这时候加入适量的盐巴调味和少许的水 帮助盐巴融化 以便均匀的被秋葵吸收 加入水之后 秋葵的粘密会冒出很多 要用大火快速把它炒干 最后加入香脆的姜鱼籽 翻炒均匀 就可能上锅了 煮这一道菜虽然是很简单 不过有一点要注意的是 水不能加太多 加多了 秋葵的粘液会冒出很多 粘粘的 吃起来也很不适口 虽然用大火可以把它的粘液炒干 但是锅度翻炒煮熟的秋葵也不好吃 谢谢观看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